是的被点名为UKSB公司政治现金接收者的其中一人 就是时任青体部长凯里 他被指通过担任疏离主席的巫统林茂区部 收取UKSB公司的20万令吉政治现金 凯里今天否认到底 强调自己没有私下接收过任何政治现金 并表明愿意配合调查查明清白 无论如何凯里指出 目前还没有收到反贪会传召路供的通知 如果被传召 他愿意全面配合 UKSB前行政经理陈祥生 日前在高庭共证时揭露 凯里旗下的林茂区部 曾经是政治现金拨款的接收者之一 在这之前 UKSB前董事旺克里厮杀 共证时也称 曾经间接捐款给时任青体部长凯里 涉及金额5万到20万令吉不等 本身的传门 感谢观看 编程中心 传门 有什么可能性 虚伤